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节目 我是林秀琴 首先新话题把重点放在 在非洲首次发现的新变种病毒 奥密克戎可谓真的是来势汹汹 现在全球多国和地区 开始出现一些确诊病例 眼看全球都在拉响警报 很多国家都在宣布 他们要拉起国门 全力防堵新病毒的入侵 首先先透过一条新闻 来了解一下目前世卫组织 对于这样一个新病毒 有什么样的一个初步掌握 世卫组织28号发布声明指 对于奥密克戎是否叫 其他新冠变异毒株更具传染性 或更易引发重症 目前还都不得而知 也没有足够证据显示 感染奥密克戎后 会出现前所未见的症状 还需开展数天 甚至数周的研究 以了解其严重程度 南非总统拉玛福萨28号 发表电视讲话表示 奥密克戎肆虐 使得全国确诊病例抖升 或将在几周内迎来第四波疫情 不过目前暂不考虑 推行防疫封锁限制 当局宪政研讨 针对部分场所或活动 实施疫苗墙之令 具体细节有待公布 拉玛福萨又批评富裕西方国家 对南非实施入境禁令的做法 他说这明显与上月20国集团峰会上 很多国家所做的承诺被盗而驰 做法完全没有理据 而为防新型变异病毒传入 印尼28号宣布 过去14天曾去往南非 博次瓦那 香港等11个国家或地区的外国公民 将禁止入境印尼 另外 所有从国外入境的外国及印尼公民 简易期限从三天延长至七天 新政自29号起生效 以色列当天也宣布 将50个非洲国家列入红色名单 禁止公民和永久居民前往 且完全禁止外国公民入境以色列 另宣布 将由国家安全总局内部的手机监控软件 追踪本土奥密克戎确诊者 这项措施引发广泛争议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现在全球对于新病毒 保持一种高度的戒备状态 相关话题 今天请片场请教室吴旋兰女士 吴女士 感觉上国际社会对于这样一个新病毒 奥密克戎可谓是感到的相当恐慌 因为有很多说法说 它的毒性还有传播力 可能比德塔变异病毒株来得更强 可能要强上五倍 现在各国我们刚刚新影片看到 大家都开始要拉起国门 禁止一些外国游客的涌入 你怎么看这样一个做法 确实现在有不少国家都已经开始关闭国门了 比如说目前全球来看 最严格的是以色列 因为它除了限制从非洲一些地区 这些游客进入以色列之外 它还会动用国家安全部门的一些手段 就是你如果有这边的旅行记录 或者说你已经有疑似感染 它会对你采取一些监控的手段 这个做法已经引起了非议 但是足以见 以色列对这个奥密克戎新病毒有多么的警惕 再有就是日本 日本从11月30号开始 也是整个国门都要关闭了 这个举动还是比较猛的 我们知道日本是在今年1月的时候 1月份到2月份的时候 有个短暂的封闭期间 但是从11月开始 今年11月 本身日本是有一些放宽行为的 比方说一些留学生 一些来到日本去打工 就是劳务输出 甚至一些商务旅行 都得到了一个放宽的待遇 但是现在一下子一脚刹车踩住了 不可以 不仅不能像前景约那样 而且要恢复到最严格的一种状态 为什么 就是因为奥密克戎是来势汹汹 奥密克戎是11月24号 被报告给世界卫生组织的 那么到11月26号 它就被列为VOC 也就是要特别关注的这样的一个病毒 这也是在我们和新冠打交道 也两年左右了 从来没有 也就是说从这一点上 这个报告速度之快 给它贴上这个严重标签之快 那确实已经超过Delta病毒了 还有一点你刚才提到的就是 它似乎毒性更强 这其实是现在社交媒体上 传的很广的一些说法 但是我认为这个说法 目前不敢说它是肯定的 大家的担忧我是理解的 但是有一些不太专业的媒体 把这个事情说的 已经到了一种恐慌的地步 我认为这也不是很科学的 毕竟现在世界各国 有不少的专家都出来说 包括香港大学 因为香港到现在已经有了三例 都是输入的 那也包括你看内地大家比较关注的 钟南山院士 还有张文宏医生 他们都出来说 现阶段就给奥米克戎 给他说 一 这个病毒的毒性非常强 二 传播的速度非常快 第三就是他可以突破 现有疫苗 这些都是不科学的 因为其实大家对奥米克戎的了解 是非常少的 那我刚才专门提到中国香港 那香港大学的有一位专家 金东燕 他呢 因为香港他已经有接触到的一个病例 他说呢 确确实实啊 他这个病毒上的S蛋白 也就是我们说的刺突蛋白 他有32种 这比德尔塔病毒16种呢 是翻了倍 但只是两倍啊 不是社交媒体说的五倍 但是并不能说 你现在在S蛋白方面的突变多 就意味着毒性强 就意味着传播力快 目前这些都是缺乏证据的 所以呢 现在让很多人恐慌的 其实不是现实的情况 而是根据理论的一些猜测 当然有一些是专家的推论 还是比较科学性的 但也有一些呢 是到了坊间 经过了一些过度的加工 最终让大家非常的恐慌 就觉得 哇 是不是之前所有的努力都要白费了 是不是疫情就要再次卷土重来了 这个我觉得结论下的还是太早 那你刚才还说 现在这些国家 他们采取的措施 我们怎么看呢 你比方说以色列 我刚才专门提到了 他目前是全国 全世界采取手段最严厉的 有一个很关键的原因 这次呢 这个奥密克戎 他最早是在非洲 波斯瓦那被发现的 后来呢 到南非 因为南非人口多嘛 然后呢 他在南非的一个 又是人口密度最大的省 开始快速地传播 在奥密克戎 首先啊 目前我们也不知道 奥密克戎究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只能说他报告给世卫组织的时间 是11月24号 但是科学杂志 自然杂志 自然杂志它有一个说法 说有科学家通过一些病例 他们认为说 在9月或者10月 就已经出现了这个病毒 但是当时的传播速度 没有那么快 所以究竟什么时候 在非洲出现的这个病毒 目前也不得而知 那么他开始传播之后 就讲具体到了南非 到南非之后呢 这个速度确实是很快 因为南非呢 在11月的之前 刚刚进11月的时候 那会儿已经开始打疫苗 接种率开始 渐渐地高一点的时候 南非每天新增病例 少的时候几百例 但是到了11月的 这个下旬的时候 最猛的一天 有超过两万例 哇 然后呢 两三千也都是很常见的 就比之前已经多了很多 这个时候大家就意识到 这个很可能 和这个新病毒有关 所以目前呢 南非方面呢 也给出一个数据 就是说应该是至少 他们现有的病例当中 有50% 是和这个奥密克戎有关系 那么奥密克戎 它还有一个 让我们担心的地方在哪呢 其实包括所有的病毒 就是它传播速度快 当然大家是很担心 但是如果说 它这个传播速度快 有一个前提 再说到以色列 以色列为什么那么紧张 因为以色列的疫苗接种率 是世界最高的 它前两针80%以上 第三针都已经超过了50% 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奥密克戎真的在 以色列传播 而不是南非传播 这个性质就和目前是不一样的 那就真的可以说 它是突破了现有疫苗的一个防线 对吧 你已经达到了这么高的一个地步 你还是这个屏障倒了 虽然现在我们也知道 中国香港的几例确诊病例 包括其他一些国家的 都是打过疫苗的 但是我们目前还是把它当成一个个案 但如果说在以色列 打了这么高的疫苗的情况下 有快速的大规模传播的话 这件事情就会非常严重 那就会怎么样呢 就是我们人类就怎么办 又要真的是发一个很大的仇 而且恐怕就是今后的 对付新冠疫情的疫苗 就得像流感疫苗一样 每一个冬天你都要调整 每一个阶段你都要去适应它 那我们人类就永远在追着病毒在跑 那真的是疲于奔命 所以这个很可怕的就是 如果在接种率非常高的地方 快速的传播 后果和现在是不一样的 那再说回南非 南非目前呢 它的接种率当然在非洲 肯定算是比较高的 可是从全球范围内 它的接种率还是比较低的 所以就不能说奥密克戎 现在已经突破了疫苗防线 疫苗屏障 这个话社交媒体上 有一些不负责任的人也在传 但是科学家就提醒大家 目前谁都不敢来下这个结论 还有一点我们就要看一个病毒 它是不是厉害要看什么呢 不是说它传度快不快 而是要看它的治病的性能 就如果说奥密克戎一来低 速度确实快 来势汹汹 不像德塔病毒什么的 前面还有一个缓冲期 它好像一下子就进入了冲刺阶段 但是目前基本上都还是轻症 甚至有不少呢 是没有什么症状的 都是通过一些比如说机场的检疫 才查到的 那也就是说目前奥密克戎并没有带来 非常严重的一个致病性 这点还算是比较好的一个消息 那再有一点还是有待观察的 也是我刚才其实已经说过的 那么就是它和疫苗之间的关系 究竟是怎么样 比较让人担心的就是我们刚才讲到 它的刺突蛋白 它的变异有32种 这也就是说呢 刺突蛋白下面这个变异 相当于什么的 就相当于你家的门锁 可能需要有32把钥匙 然后呢你疫苗要去适配它 这个能力得非常强 再有呢就是现在奥密克戎的 这些病毒的突变 它的突变的地方 都是和人类的免疫系统关系 非常紧密的一些地方 所以这点呢就是今后 它和疫苗之间的关系 究竟是怎么样的 也是比较令人担心的 还有我也看到西方的科学家 也有这种判断 包括我们的上海的张文宏医生 也说到就是这个奥密克戎 这病毒呢 它很可能是在一些 免疫缺失的人体内 长期存在 然后发生了变异 因为呢本身新冠是一种 急性的病 那么在免疫系统 比较健全的人的体内 它没有那么长的时间潜伏 它没有那个能力 但如果他举了例子 就是比如说是 艾滋病携带者 并且是没有接受 治疗的这种艾滋病的携带者 艾滋病的患者应该叫 艾滋病毒的携带者 它呢就是免疫系统 已经出了问题 或者说接受了骨髓移植 这样的一些 总之就是免疫系统 目前是出问题的一些病患 那么他们现在是 最容易受到严重冲击的 因为他们可能 都不是那么方便去接种疫苗 所以呢 为什么要提这个 就是了解这个病毒 究竟是从何而来的 其实对于我们今后 怎么样去制服它 还是有关键作用的 再有还是希望大家 不要太过紧张 我们重视是应该的 但是我们要是恐慌就不必了 因为呢 奥密克戎是 世卫组织给正式名字的 第13种病毒 其实在之前 也有一些病毒 当它刚刚出现的时候 大家很紧张 哇 这会不会是一个毒王 那么比如说 在今年4月和Delta病毒 当时在秘鲁 有基本上同一时期的 也有一个传播率很高的 在秘鲁传播率非常高的病毒 当时同样各界的专家 包括世卫组织也警惕过 后来它神奇的 它就消失了 所以奥密克戎 究竟能走多远 这也是目前医学界在观察的 所以呢 总之我就一个结论 大家一定要警惕 戴口罩 勤洗手聚会 我们就不要去了 但是不要恐慌 所以呢 要高度警惕 也不要过度恐慌 你认为这个新病毒的出现呢 给全球在防疫抗疫工作方面 带来什么样的群星挑战 应该说奥密克戎来势汹汹 而且现在这么快的速度 已经进入了不少的国家 虽然呢 很多国家紧急关门 但是可能已经有了 你比如说美国现在 他们的这个夫妻就说 如果说美国现在爆出有奥密克戎 他们一点也不意外 毕竟在全球的这个 扩散速度和广度 已经能够看到 所以这个时候就有一点 对全球防疫都构成挑战 那么中国还好 中国内地不用特别担心 因为中国内地是有法宝的 防疫法宝 一个是快速反应 一个是动态清零 所以你看我们目前在内地主要的病毒 还是Delta病毒 奥密克戎还没有 但是只要这两年来 我们积累的经验 以及所有的民众的一个配合 所以能够扛住 从全球的范围来讲 这就想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为什么在非洲出现了这样的 奥密克戎这样厉害的 让大家紧张的这样的一个病毒 其实有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非洲的疫苗接种率低啊 我们很清楚在发达国家手中 囤积了大量的 根本用不了的三针打完 还有富裕的疫苗 但是他们不肯拿出来 不肯让疫苗成为全球真正的一个公共产品 到每一个需要它的人那里去 所以呢 这个奥密克戎的出现 也许就和这个事情 和这个疫苗的分配的不公平 不均匀 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这个时候 西方国家是不是应该清醒地认识到 目前没有其他的办法 还是要尽快地提升 疫苗的接种率 当然包括疫苗呢 要尽快地更新 尽快地提速 科学研究也要加速 所以希望这件事情 再次给西方提醒 就是疫苗要成为 全球真正的一个公共产品 而不是说囤在他们家 只成为他们的法宝 这样的法宝 显然会失灵 所以面对新病毒的出现 提高呢 疫苗接种率 恐怕才是目前的当务之急 是 那这些吴女士分析 文修集片告块 带你关注的是 乌克兰政府和中方企业之间的 合同纠纷问题 我们稍后见 欢迎回来 北京天交公司 在28号发出的公告指 他们决定要上告到 海牙国际法庭 中国投资方决定一下 乌克兰政府要索赔到底 那么整体事件的来龙去脉如何 到底谁在背后在搞鬼 像话题要去请教 吴学兰女士 吴女士 我注意到呢 北京天交公司 发出的公告声明 他们说 乌克兰国家在过去这五年来 对中国投资方 实施的不公平待遇 使得中方蒙受到了巨大损失 所以他们决定要状告到底 那么具体的情况是如何的 确实是这样 如果你是军迷你就知道了 因为乌克兰的马达西奇公司 它是非常有名的 做航空发动机的 早在苏联时代 它就被称作 苏联的发动机沙皇 动力沙皇 也有说这是苏联航空业的心脏 苏联解体之后 它就归了乌克兰 但它的日子 过得真的是江河日下 你想想 乌克兰生产的航空发动机 那北约是肯定不要的 那美国也肯定是看不上的 对吧 就算你当年曾经辉煌过 在苏联时期 它就向90多个国家地区去出口 那但是你比起 美国北约手里有那么大量的 高新武器研发经费的 你跟乌克兰的航空发动机 他们是看不上的 那好 那跟哪做生意啊 那显然就是跟俄罗斯 当然其实也有中国 但在2011年之前 主要是跟俄罗斯 2011年之前 马达西奇公司 有一半的收入 都是来自俄罗斯的 随后2014年 到了克里米亚一出事之后 乌克兰和俄罗斯 那就是崩盘了 那这马达西奇这样的公司 首先它已经开始缺人了 你想想乌克兰呢 国运一直就不行啊 国力就不够啊 就没有钱 你怎么能留得住 这种高精尖的人才呢 是吧 一个是人不够了 再有它产品 就算能生产出产品 你卖到哪里去呢 那俄罗斯那半壁市场 已经没有了 对不对 好 这个时候他就发现 要和中国来做一点生意 还是有前途的 因为中国呢 我们这个军事方面要进步 包括我们要造大飞机啊 我们都是在发动机问题上 是有一点比较被卡脖子 你懂吧 美国也在卡我们的脖子 所以乌克兰既然这方面是一个优势 那我们中国我们有大量的订单 我们有钱 这完全可以优势互补 对于乌克兰和中国来说 都是一件好事 所以从2014年开始 就你刚才提到的 北京天交这个航空公司 包括它下面有几个子公司 就和乌克兰的马达西奇公司呢 开始战略合作伙伴 然后呢到2016年的时候 那天交公司就提出 我干脆啊把你的这个股份买了 这样的管理啊 包括人员啊 钱啊 那就是支持就更到位了 然后要买56%的马达西奇的股份 这其实也都没有问题 但后来形势就变了 到2018年的时候 乌克兰就觉得有点不对 然后呢2019年5月 乌克兰呢又选上了新的总统 现在这个泽连斯基 他典型的一个亲美派 好 然后呢你看看 是从去年1月份 2020年1月份 其实天交公司就已经开始 和马达西奇打官司了 为什么我刚刚不是讲 乌克兰2018年 他就开始有一些动作 就要耍赖 我们签过的合同不做数了 到了今年1月份的时候 是泽连斯基呢 他干脆就已经开始制裁 和天交有关系的四家公司 还有三位中国公民 都是和马达西奇有合同的 然后他说 马达西奇公司要国有化 这个是非常可笑的 因为20年以前 这个马达西奇公司呢 就是从国有变成了私有 私有制是完成的 所以一看这就是 特别扯的一件事 你刚才还有个问题 问的挺好的 就是究竟是怎么回事呀 明明这边乌克兰 它东西要卖 而且它还专门 针对中国需要的产品呢 上了生产线 这也一大笔钱 它也花出去了 是吧 而中国的钱 能够让马达西奇 这样一个很有历史的 这样的公司活下去 还能解决它的就业 对不对啊 这本来是双赢的事情啊 那显然就是背后有黑手嘛 黑手必须是美国 那马达西奇公司呢 我看到他们 有一些工人 也是特别的生气啊 那你很可能 现在工资都发不出来了 好 那就说 这事就是美国在背后搅和 美国首先呢 自己说 我要收购马达西奇 那就是你赶紧把中国踢走 这位置我要坐 好 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乌克兰也行啊 你真收购 你给我钱 咱们继续有产品方面的合作 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我刚才说了 美国也好 北约也罢 根本看不上马达西奇的产品 好 这话说完 乌克兰开始 政府对中国各种动作 包括把中国在乌克兰的一些资产 我们花了钱买了设备 全都冻结 然后整个马达西奇的东西呢 是交给了一个乌克兰的犯罪 犯罪资产管理局 非常的荒唐 而之后呢 美国根本就没再搭理这个马达西奇 他就把你这事搅黄了就算了 所以从去年一份开始 我们中国呢 也是天交 他是从西方 聘了几家很有名的律所 就开始打这个官司 就得让乌克兰政府赔 去年要的是35亿美元 今年已经要到了45亿美元 因为在1992年的时候呢 中国和乌克兰就有一个合同 不 应该准确地说是一个 比较正式的文件 不是合同 是政府级别的 就是我们相互要促进和保护投资 你想上世纪90年代 乌克兰他就知道 刚刚独立之后 他就知道 他也得向东看了 他必须要杀出一条血路来 好 你等于说 你违反了这个文件 而且你也破坏了我们商家之间的 市场经济下的合同 你全都破坏了 凭什么让中国商人当这个冤大头呢 是把我的钱花给了你了 你一个词就跟美国学的 就国家安全 而且他 泽列斯基在制裁中国企业的时候 制裁包括中国个人在内的时候 他没有给出任何理由 他没有什么可以拿得出来的东西 我们天交对你马达西齐做了什么 影响到你乌克兰的国家安全了 子虚乌有啊 所以他就泛泛一说 有可能会影响乌克兰的国家安全 因此呢 现在不仅是乌克兰的 马达西齐自己的公司的工人说 就美国人搞的 美国人就脚黄了 然后美国人就跑掉了 是吧 乌克兰有一些很有名的评论就说 这件事情乌克兰政府做得非常的愚蠢 首先呢 他听美国的话 跟俄罗斯的关系就非常僵 是吧 不仅是马达西齐和俄罗斯的生意 做不下去了 那乌克兰原来和俄罗斯 还有其他领域的一些合作 毕竟原来是都是苏联的 他这个枝枝慢慢的纠缠 还是非常深 可现在那根本就不行了 搞不下去 再有的全世界恨不得都指望中国 中国这么大的市场 而且中国手里有钱啊 都已经给我投来了 你给我搅黄了 然后呢 美国政府是不是现在应该替 乌克兰政府掏这笔赔款呢 这个评论也很犀利 当然我们知道是绝对不可能的 然后这个时候就有俄罗斯的评论啊 很有意思 他说 美国对他殖民的国家 从来不会有任何的 我帮你赔款这样的事情 他直接就把乌克兰说成了 是被美国殖民的国家 确实在一些事情上 乌克兰的做法呢 无论是俄罗斯人啊 还是其他一些国家的名言人都觉得 你是一个主权国家 你怎么能把事情干到你似乎完全没有主权了呢 你在外交方面 你在其他的方面 你处处都是要看美国的颜色 如果美国不允许 我什么都不敢干 如果美国不允许 好吧 我国家自己赔45亿美元 45亿美元意味着什么 乌克兰的黄金外汇储备到现在 好像也就181亿美元 这45亿美元是一大笔 再有一点啊 你不可能一边制裁我们中国 好好和你做生意的企业 一边还指望中国和你之间 正常的进出口贸易吧 这是不可能的 这个立陶宛的例子在前面呢 该什么切断的 我们一定要切断 我们是要有立场的 对不对 所以呢 本身这每年2019年的时候 乌克兰和中国之间 还有35亿美元左右的 这样的这个合作 那恐怕也会受到一些影响 所以对乌克兰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好 这还是钱 能数得过来的一些损失 还有其他的损失 就是如果像乌克兰这样的国家 你本身就没有特别长的一些长腿 你没有那么多的优势 好不容易有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家 你之前你也干了一些 对不起中国的事啊 我们不计前嫌 因为我们确实 航空发动机我们是需要的 我们互补 我们各取所需 好好地做生意 咱们遵从的应该是 WTO下面的国际贸易的规则 市场经济的各种条款 好 你突然之间 就是因为看了美国的脸色 美国的颜色 你把所有的公平竞争 你把国际贸易当中 所有的透明度 你全都给我 没有任何理由地抛弃掉了 你乌克兰做国际贸易的口碑 还在哪里 你想之前中国和乌克兰之间 也是有不少的军火合作的 比如我们的第一艘航母 瓦兰戈号 那是从乌克兰买来的呀 对不对 本来都还有一些比较好的 传统的军事方面的 合作的基础在这儿 但是就是因为整个国家 它开始非常静止地去亲美 要看美国人的颜色 所以呢 中国人已经把钱都送到了 你的家门口 你不要 但是现在中国人一定 我们要根据国际法 你该赔我45亿美元 你就得赔我 一分都不能少 并且也提示其他国家 今后跟乌克兰这样的国家 做生意 宁可得小心为上 这样听起来奉劝呢 乌克兰政府不要傻傻地 一直被美国牵着鼻子走 否则自己的损失反而更大 好 大家接下来吴女士带的分析 我是秀琴 感谢你今天收看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